水果烂掉了,为什么不能吃? 很多人因为害怕浪费买的东西,就会吃一些放时间比较久,甚至有些发霉的水果。 其实,这是很不对的。 为什么发霉的水果不可以吃呢? 首先我们来说说苹果吧。 啊,我们知道啊,苹果一般烂掉的只是一部分,而很多人就会把烂掉的部分弄掉,然后再吃。 烂掉的苹果其实都含有病毒,我们看到的那部分只是表现得明显而已,其实整个苹果已经被病毒侵蚀,只是快慢不同而已。 再来说说香蕉吧。 香蕉也是,烂得一般比较快,很多人也会舍不得丢掉。 但是啊,香蕉烂了以后,里面的纤维素就发生了变化,而香蕉里的一些物质会帮助促进肠道消化。 但是香蕉烂了,就会牵连未尝,达不到消化的作用。 最后呢,我们再说一下橘子。 橘子一般先是坏掉皮,然后才烂掉里面的肉。 但是,坏掉的橘子里面的橘黄素就已经变质,里面的果糖也是坏了的,吃了人体不可以很好的消化。 变了质的橘子也就相当于一个病毒,所以一定不要吃。 节俭虽然是一种美德,但是吃坏了的水果是不健康的。 如果身体出现了问题,那就得不偿失了。 所以小朋友,一定要告诉身边的家长,为了保持我们身体更加健康,一定不要吃过期变质的食物,尤其是烂掉的水果。